工作人員 照顧 刑索 诶 大家好 那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做的动作 是因为我好久没有长痘痘了 今天这边长了一个痘痘 所以我现在在遮痘痘 那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如何来遮盖脸上的痘痘啦 痘疤啦 或者有一些需要修饰的位置 现在榜间有很多像这种 可以遮黑眼圈的视力刷 那它其实是用在遮瑕膏之前 主要是运用于偏矩的颜色 在眼睛的底下 用刷子稍微轻轻的薄薄的 来中和掉原本眼睛底下 比较暗黑的颜色 再用手稍微轻压一下 如果黑眼圈呢还是很明显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用比方像 眼睛用的遮瑕膏啦 或者是像这种遮瑕膏 好 我们稍微的 可以在比较暗沉的位置 再做一点修整 局部的补然后用手轻压 像我们要遮脸的话呢 都会用像这样子 比较干一点的遮瑕膏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刷头比较小的遮瑕刷 比较深一点点的颜色 是可以遮比较偏红的痘痘或疤 好 我们先用遮瑕膏整个 把痘痘附近推起来之后呢 然后用底的尾端向周边推开 然后我们可以选用粉饼 在还没有盖蜜粉的痘痘上用粉饼轻轻地涂抹 像这样痘痘的肌肤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抗痘的遮瑕笔 直接地在痘痘上面整个遮瑕 再来呢 用笔刷的尾端稍微把它推开 那像这样比较有凹洞的 我们可以用小支的刷子 在这个凹洞的里面涂上稍微白一点的颜色 用笔刷的尾端稍微把它推开 最后 我们一样再压一点粉饼 这个凹洞就会觉得会稍微平成 脸上的斑斑点点全部遮住了之后 笔液的位置稍微地把它遮一下之后 然后再用刷子把它推开 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唇形 再把层边做一个修整 好 今天为大家示范了几种方法呢 就是让你的脸在看起来 乍看之下是平整的 因为基本上呢 我们是在化妆 不是在变模术 也不是整形医师 所以你不可能把一些痘痘或斑点 整个变不见 但我们呢 可以稍微把它遮盖 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美好 要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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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